時代力量 你不要叫時代力量了 以後你就叫做 民進黨英系小時代 來看一下這個賈重力的時代力量 現在公布民調 六都的防疫表現 某友宜呢 46.9%的人高居第一 桃園市長鄭文燦12.4% 柯文哲11.4% 韓國瑜敬培莫作只有4.1% 這是一個政治操作的民調 我為什麼這樣講 他的問法一定是問說 請問這六都市長 哪一位他的防疫表現 你認為最棒 你打電話給桃園人 你問他說 請問你覺得六都市長 誰的表現最棒 你要他講誰啊 不過我今天我要問 六都市長的防疫表現 我一定是打電話給新北市民 問他滿不滿意侯友宜的表現 怎麼可能是打電話給全台灣的民眾 問他們六都市長 你覺得誰的防疫最好 每一個人怎麼判斷 這個人防疫表現好不好 只能看媒體嘛 這是什麼民調啊 這就是政治操作啦 因為他這樣子問的結果 比較容易讓韓國瑜最後一名嘛 時代力量 你在操作什麼 批評韓國瑜之後開始 吼民進黨 韓國瑜的表現 民眾不買單 倒是蔡政府在這回防疫表現上 全球有目共同 執政滿意度高達76.9% 時代力量 作為一個反對 以前黃國昌在的時候 好歹他也揭發了私煙案 好歹他也罵蔡英文 他有反對黨的樣子 現在黃國昌走了 沒當立委了 那時代力量幹嘛 在巴結民進黨政府 有一點黨格好不好 如果一個反對黨存在的目的是在 巴結執政黨 在幫執政黨背書 那這個反對黨可以不存在 直接時代力量加入民進黨就好了 成立一個新的派系 就叫做時代派 力量派 你要剖蔡英文你就加入英系 英系小時代 蔡英 你不要叫時代力量了 畫著時代力量的名 裡面骨子是在幫民進黨擦脂抹粉 真的是夠了夠了 拜託 不要再假裝是反對黨了 台灣人很聰明的啦 台灣人一看到是時代力量PO的民調 誰會相信呢 如果你喜歡這次音樂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